如果你跟我一样下班了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那就给自己安排一顿家庭版烧烤吧 简简单单保证你吃完一盘还想再来一盘 把自己喜欢吃的肉和蔬菜买好 鸡翅我还用盐料酒和黑胡椒提前腌了一下 再来调一碗百事百灵的烧烤酱汁 其实家里的调料一样来一点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均匀的刷在食材表面 真的太香了 不信的话今晚七点半来我直播间 咱们一边聊天一边吃烤串烤冷面吧 不会失败的芒果千层蛋糕做法来咯 30秒包焦包会 再学不会的过来拍好队放学别走 超级软糯的蛋皮配方记得保存一下 搅拌均匀后过一下筛 能让蛋皮跟你劈过的脸蛋一样嫩滑 哎呀我 你们问的锅直接搜千层锅就可以找到 记得一定要开最小火 然后把芒果切片 蛋皮用模具刻成圆形 奶油加糖打发到纹路清洗就可以开始了 尽量按照屏幕上的顺序一层层叠起来 这样做出来的千层切起来很容易 全部做好后放到冰箱里冷藏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真的太吓天了 芒果控千万不要错过 女生做完甜品后的厨房 你们懂的 还好有艾绕宝弹6擦地机器人帮我擦地 别看它小小的一只 清洁起来连角落都不放过 灵魂拷问 你们家都是谁打草卫生呀 这是我做过最简单的冰淇淋了 香浓顺滑 而且不用奶油也不用打发 低卡无负担 快发给男朋友给你安排啦 新鲜的芒果挖出果肉 手打的芒果泥更加有灵魂 倒进锅里加一盒翻奶 再加一勺白糖 看小火搅拌 记得要用不粘锅 直到这样浓稠 有点挂勺的状态就可以了 直接倒进碗里 加一点芒果粒装饰一下 还可以做成芒果雪糕 芒果和奶香味超浓郁 而且比外面卖的要健康多了 日常做甜品 经常用的康巴赫蜂窝锅 它的蜂窝结构 让不粘涂层不容易脱落 颜值也很高 太适合女生了 不用奶油 平底锅就能搞定的 巧克力鲜糖蛋糕了解一下 两个鸡蛋加糖加奶 加油加面 过一下筛 面糊就好了 平底锅开小火 面糊取大泡就熟了 用碗边刻成规则的圆形 千层的加芯只需要三种材料 搅拌均匀后 开小火加热到牛奶变浓稠就关火 然后一层饼皮 一层牛奶叠加起来 冷藏两个小时 撒上奥利奥饼干碎就可以吃了 关注我评论区告诉我 明天你想吃什么 周末在家做了梦龙雪妹娘 和不用奶油的雪妹娘 雪妹娘的皮成功的前提 是看面糊的状态 这样慢慢滴落消失就可以了 面皮蒸好后 把油揉进去 切成小剂子擀成皮 没有奶油可以用豆沙包裹水果 吃起来软糯酸甜 喜欢吃奶油 可以用奶油包裹水果 再把皮包起来 梦龙的外皮 是先把巧克力融化 加上坚果碎 再均匀地浇在雪妹娘上 冷藏到巧克力凝固就可以吃了 关注我 下期一起做葱香芝士面包 相信我 这是不用揉面 就能做的咸香酥脆的蛋黄酥 我还做了紫薯芝士流心口味的 你更喜欢吃哪一种呢 紫薯蒸熟后 加牛奶压成泥 分成小份 把团成小块的芝士 一口吞到肚子里 紫薯芝士馅就做好啦 蛋黄豆沙馅同样简单 生蛋黄烤熟后 用豆沙馅包起来 两种馅都做好后 用结豆好的蛋挞皮 一口一口把它们都吃进去 难度系数真的只有一颗心 最后刷上蛋黄液 撒上黑芝麻 那些总说自己眼睛会了 手不会的臭妹妹 今天你学会了吗